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鞋坡 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 不但成了合适居住的家 室内的灶台不仅可以用来干饭 还能充当火炕解决寒冷问题 瑞恩因为不想带孙子 决定来到野外讨生活 无家可归的她发现一块废弃的土坑 当即决定在这里建造基地 只见她用铲子开始挖掘土地 虽然这里是个鞋面坡度 但瑞恩的手法还是张弛有度 不仅在内部预留出了灶台坑 而且整个基坑清理的也是相当规整 现在只需要在大坑里挖出合适的小坑 就可以准备好这些精状的树胸 用斧子直接来个精细化处理 然后将其稳稳地插进基坑里 底部再用黄土夯的接接试试 瑞恩一连安了三分承重住 然后她找来这种相对扁平的石板 用来给预留的灶台口做防火 别看瑞恩已经50多 但是干起活来是没得说 一块块石板拼接在一起 很快就搭建出一个牢固的灶台 接着瑞恩将原木抬在横梁上 用铅笔画出合适的凹槽形状 先用锯子打个前针锯出线条 再交给凿子细细打磨做出凹槽 就可以将原木精准地卡在立柱上 然后她用研磨好的石灰粉 与细腻的黄土混合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生命的源泉 搅拌在一起就得到野外最强混凝土 只见她混合着结好的小木桩 一层一层向上雷起 虽然每块木桩大小不一 但硬是被瑞恩搭建得整整齐齐 毫无违和感 很快就完成两面墙体的搭建 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 给壁炉进行公干 随着烟通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她顺手将前面一侧垒上石板 在瑞恩看来唯有石头与木头结合 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算得上完美 而且过程中还有预留出窗口 这样就可以室内增加足够的采光 看得出来瑞恩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开始用木板搭建屋顶 一片片沙木板碰碰碰钉定上去 这种斜面屋顶简单实用 而且还能有效果滤雨雪的堆积 很快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屋顶也是渐渐忙工 这一忙活就到了晚上 她从包里拿出黑色防水布 然后将其铺垫在屋顶上 一口做气的她并没有休息 继续找来木板横竖拼接在一起 来给庇护所做个安全的木门 然后结出大小合适的木方 将其固定在门框一边当门柱 这样就可以将木门安排上去 现在看起来有了家的样子 为了能睡得更加舒适 她将剩余的木板铺垫在室内 给自己做张石木大床 随后再铺垫上一家垫 坐上去有种久违的舒适感 现在整个室内看起来温暖许多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当她拿出两片牛排的时候 不得不说我是真羡慕 要说瑞恩身体好 天天牛排加汉堡 再烧上一壶山泉水 通过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小日子才能过得更加舒心 再也不用理会带孙的烦恼 带着吃饱喝足以后 在自己搭建的庇护所 安详地睡了过去